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分享一个牛肉包子最好吃的做法 一咬一股汁的那种哦 咸香又美味,简单省事 下面开始制作 首先盆中倒入500克普通面粉 用温水和面,边倒边搅拌 搅拌至没有干粉的面絮状,下手揉成团 做包子的面不要和得太硬了 太硬了口感会不好 揉好的面盖上盖子,饧面半小时 饧面的时间里,我们来准备馅料 一块肥肉相间的牛肉 先给它切成块 再用绞肉机给它打成颗粒状 注意不要太碎,太碎了不好吃 接下来我们多准备一些大葱 先切成条,再切的碎一点 最后多成沫 放入肉馅中 肉馅中加入盐 花椒粉 少许的豆瓣酱 少许的酱油 搅拌均匀 为了让它更均匀 擀成边缘薄 中间略微厚的面皮 放上我们调好的牛肉馅 像我们平时包包子一样 给它收口 可以按照自己喜好的手法来 包子就全部包好了 这时候我们给它放入壁梁中 锅中 满了汤汁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 谢谢 谢谢 谢谢